2024,哥斯拉和金当这队难兄难弟即将再次归来,而这一次他们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全新怪兽? 自从在香港和机械哥斯拉的大战结束后,打完收工的哥总再次返回大海,而金当则成功回到了他的地心家园,并且在这里,他似乎也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卷族部落。 然而当金当一路向下地来到弟弟身子,结果却发现了更为恐怖的真相。 与此同时,帝王组织的爱玲博士等人也似乎发现了那恐怖的眼睛。 难道全新的怪兽竟是另一只大马虎。 面对人类即将遇到的可怕危机,作为最强打手的哥总,格斯拉必然不会缺席,而这一次,哥总将带着他全新的自己对起闪来工程。 如果你仔细观看金刚的右手,就会发现他也佩戴上了某种全新护角。 如果不出意外,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战胜强敌的关键道具。 所以2024年哥斯拉打战金刚啊,我们不尽不尽。 是那一只猫? 是那一只猫?